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 很多市民也好,可以說是劣平如潮 沒有什麼吸引力 電台每天都差不多會做這個話題,我覺得都值得討論的 有些市民就打電話去,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香港的生活已經很艱難了 政府為什麼這麼奇怪,要經常催人生寶寶呢 現在年輕夫婦不生,這個原因就是生活艱難 他說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夠有能力聘請家庭用功 沒有家庭用功呢,肯定照顧寶寶寶就照顧到爆煲了 如果兩夫妻都要上班的話 他說出來了又不一定很健康 會不會增加政府的負擔呢 你說如果真的有家庭 有家庭 是不是都會生呢 那你在英國 沒有家庭的嘛,沒有家庭這回事的 連肥波生完一個一個都要自己去照顧 有啊,他有請過家庭,不過很快就炒了那個 都不是全天流24小時的 那個所謂的家庭,要很有錢才行 好了,那也有些市民也有說 其實大家都明白的 用兩萬來吸引人生寶寶 其實一般的中產一定不會想的 因為他們想得比較詳細 想得比較詳細,他不是缺那個錢 他不是沒有了兩萬,即是不夠兩萬 他整個想法就是 plan 未來一段時間 比如去讀小學中學,去到大學 究竟要怎樣做他的人生規劃呢 你做一個父母,你是不是稱職做這件事呢 那小朋友來到這個世界上,你會不會受苦呢 很多這些想法 但是基層市民呢 有些聽眾就說 通常考慮那兩萬那些都是基層市民來的 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有他的道理 但是,都不是只是基層市民貪你兩萬就生的 都要有數計的,對不對 所以,有些聽眾就說 他說派兩萬是走錯了的 吸引到生子的人,可能會是很基層的人 他說想什麼呢?想地方大一點,錢多一點 你知道生了出來,如果申請公屋,人多一點,地方會大一點 其實這個都是很短時的看法 未必一定是這樣的 喂大哥,你也要養的 你地方大一點,錢多一點,都是要養的,對不對 好了,那現在關鍵是什麼呢? 我也講過這個話題,也講過幾次了 關鍵就是所謂的人口政策 有沒有,你鼓勵生育,有沒有做到所謂家庭友善的 一個措施,什麼叫家庭友善? 就是說,我經常用英國做例子 英國真的很家庭友善的 尤其是對於小朋友的照顧 是全天候,全人類 包括政府,包括僱主,商界,一些公營機構 你乎做任何事,說明是要照顧小朋友的話 他都會放行的 香港行不行呢? 香港大家都會問,家庭友善的措施 你商界會對這件事有什麼回應? 你會不會在商界做家庭友善的措施? 自由黨香港的有錢黨,邵家輝就訪問 他說,派兩萬是對基層家庭比較大的吸引力 但以中產來說,就不一定可以 他就提議這樣,你不聽了 他全部都在說,政府要做什麼 譬如,雷進式子女免稅額 譬如,第一名子女就有15萬的免稅額 第二名就去到30萬 第三名就去到60萬 雷進式,你越生得多 紙女免稅額就越多 雷進式 第二,他說現金津貼不要兩萬,四萬 每年都派四萬 直至到四至六稅 這些都要政府付錢 當然政府付錢 都是納稅人給 政府不是在石頭爆出來 不是在樹生出來,納稅人給 竟然問到邵交輝 可不可以在商界做一些措施 安排工作 令家庭友善 那些人就不會生了 好了,邵交輝 開頭就是這樣說 沒有回應 他說 多點友誼支援 多點遊樂設施 他認為家庭友善 要上班 怎樣遊樂設施 要陪孩子去遊樂設施 可能只有星期日 星期日 可能一個星期做足六天 已經做到瘋瘋瘋瘋瘋瘋 星期日就很晚起床 你知道嗎 要跟小朋友去玩 尤其是幾歲大的 是累到不堪的 是我的經歷過 即是跟他玩 你可能坐在公園裡 你會睡著覺 再問 會不會有空間 增加女士的產價 增加男士的市產價 邵交輝怎樣回應 這個就是香港商界 PK 自私的地方 全部都是廢話 政府加什麼錢 他怎麼說呢 他說現在商界人手短缺 商界有考慮的 他說建議政府給多些資源 令到他們的夫婦 生小朋友的時候 多些感受 總之不關我的事 是政府 那是不是商界 怎樣呢 有什麼想法呢 可以鼓勵生育呢 他說 世界上的產價 長短都不同的 香港始終都是國際大都會 需要一定的經濟活動 也很艱難 討論這個政策的時候 勞工政策的時候 福利的時候 要跟經濟平衡 即是說 香港的商界 我當作自由黨 是代表商界 我當作是 在這個問題上 總之就不關我的事 各位聽眾 你可以告訴我 除了 究竟香港的所有商界 你的工作 你上班的老闆 你這間公司 有沒有所謂家庭友善的政策 如果你生了孩子 你家裡 你的孩子 有問題 或者小朋友有事 這樣 你可不可以立即請假 立即批去 譬如說 學校打電話來 你兒子發燒 這樣 都很厲害 不如照顧他回家 如果你又沒有請到工人 你跟老闆說 我兒子有事 我可不可以去接他 送他回家 我請半天假 行不行 你老闆的面色會怎樣 黑個圓壇 黑個包工 肯定 對不對 他可能會有九萬幾個 你可不可以叫誰做 你沒有請工人 你可不可以叫親戚做 你可不可以叫你老公做 你可不可以叫你老公做 為何要你做 有些事你還未交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不過那個報告 你早上六點鐘 他會發到我的電郵 一定是這樣 是不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相同的遭遇 你可以告訴我 我聽過不少 你去見工的時候 香港是這樣 香港有平等機會委員會 有性別歧視的條例 如果你一個員工 在職的時候打肚 如果 如果 勞工法來也是 不行的 他要解僱你 你就可以告他 大了一套 你就可以告他 當然他有九萬個藉口 他說你做事不好 失魂 經常做錯 令公司很大損失 但是 如果你真的告訴你 大肚 然後過了兩個月後 他解僱你 你真的可以告他 當然要打一輪 官司 打一輪證據 但是如果你見工的時候 見工 你透露了給他聽 我打一輪 又或者你沒有透露 你 即是叫做試用期 試用期有些是三個月 試用期間 你透露了 你打一套 可能他要 你試用期 不行的 不達到標準 不好意思 不可以繼續用你 見工 讓他知道你打一套 他一定是不請 什麼機構都幾乎不請 當然當然有例外 老闆的態度很簡單 我想香港人都會這樣想 日本的香港人都是 你可能做過上司 我搶你回來 大哥 前四後六 你沒有了十個星期 大哥 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缺人手 我怎麼請大老婆回來 馬上又要請產假 他會這樣想 在英國 大家會很開心 有很喜悅 新生命的誕生 然後大家 攝取大家的工作 不攝取 在英國是這樣的 英國你可能有些事情會很勞氣 就是 他有病 又或者他有產假也好 什麼都好 或者他放假也好 他跟開你的案子 那個工作是沒有人做的 直至他回來才行 是會這樣的 這個政府部門可能是這樣 某些商界都會是這樣 你會比較緊張的那些 可能找別人幫忙 但是一般來說都不會 那 英國人是接受的 那 大肚沒辦法 你放假沒辦法 病沒辦法 但是香港呢 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 就是不接受這件事 那個分別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 那些人會不會生嬰兒 是 全個通盤考慮的 不是給他多少錢 不是那個免稅額有多少 當然這個是有鼓勵性的 但不是 用銀彈 便能把嬰兒推出出來的 不是的 是有個很長遠的考慮 是整個政策 是經年累月的政策 累積而成 而令到你有過這樣的 就是鼓勵生育的氣氛出來 現在 為何會做這件事呢 就是各位聽眾 說 真是很奇怪 現在 為何經常都催人生嬰兒呢 我就覺得 這個就是 都是阿爺的命令 大陸鼓勵生三個 證明全盤失敗 我們已經是最後一代 不生 那個人口其實是 就是那個生育率是很低的 中國大陸 你鼓勵都沒有用的 同樣地香港也是一樣 整個 生育的氣氛 根本就不存在 我說的不是 只是有沒有家庭有善的政策 是不是有子女的雷盡 有免稅額 我只是不是說這些 我說的是整個社會的氣氛 教育的氣氛 政治的氣氛 經濟的氣氛 你不開心 你生什麼兒子 好像學者所說 生育率是對前景的投資 你沒有前景 你投什麼資 你沒有前景 你會不會買 投資是想著賺的 一投資就虧 會不會買 不會 你一天香港的政治氣氛不改善 經濟的氣氛不改善 文化的氣氛不改善 教育的氣氛不改善 對不起 你給多少錢 那些人都不會生的 除非 除非那些 可能是在大陸下來的 相對於大陸 香港覺得很好 為何不生 除非是這樣的 但這些都是很短視的看法 在大陸的小紅書 不停去吹 移民來香港有什麼好處 十大二十大好處 包括 生嬰兒有兩萬元 那你就生了 拿著那兩萬元 過得細嗎 是不是 好 聊到這裏 我繼續支持我 非常繼續支持我 我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請問你 說明 請問你 來 請問你 請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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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